大家好,我是沖先生,欢迎收看沖先生的频道 如果大家关注我频道一段时间,一定有听过《与黄丝对话》这个系列 我称之为一个极度有教育意义的系列 因为影片里面的对话和下面的留言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强烈建议,如果你还未看的朋友一定要抽时间去看一下 在你现在看的画面拉下一点,影片简介里面就有连结可以看到 这个系列绝对是打开黄丝朋友内心世界的一条锁匙之余 亦可以为大家解答很多黄丝朋友丢出来的道理 有时候对方抛句口号又或者一大段道理出来的时候 你都知道如何回答 话说今天的影片其实是继续上一集的内容 上一集的标题是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 鸦片战争在英国帮中国人禁煙 回复反中人节的神逻辑 内容主要是来自一位叫做艳大叔的网友 看不过眼一位黄丝朋友 关于英国殖民和卖鸦片如何有道理的留言内容 兴起上来直接录音投稿的一段打脸回复 整条影片可以说得上是啪啪声令人拍手叫好 如果没有看的话不妨去看一看 和这一集有点关系都很值得一看 严大叔投稿回复了这位网友之后 这位网友可谓深深不分 在影片下方再度抛出一大段黄色真理 而且字数特别多 这种大放缺词的留言 不懂的话真的会信以为真 不知如何回复 容许我先在这里读出这位黄丝朋友的留言 首先我条留言被youtubeblog了就找不回了 还要充长帮我的留言配音 还要阴阳怪气 那我和你重温多次历史 有一件事要矫正你的 用鸦片历史和现在新闻分泰尼事件做类比? 分泰尼一向都是非法贸易 是毒犯自己在美国加工合成 以前的鸦片是合法的 和现在吃烟饮酒一样 问回清朝人 完全没有吸毒这个概念 用现代社会的法例 放回清朝用 你又没有用脑的? 还说是犯法? 你和我找回清朝哪条法例有 贩毒罪和扣押鸦片? 中国人自己都种植鸦片 那不是中国人都贩毒? 如果类比到现在的社会情况 就等于中国烟草总公司 又不见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禁煙? 只懂得加烟税赚钱 烟草和鸦片 一样是吃你不死 但是万性毒药会上瘾 同样都是万性杀死你 損害健康你又不说? 中国人种鸦片 又不见扣押中国鸦片? 说到尾 不是因为贩毒才扣押外国商品 是因为白银流失止损 还有 因为地缘政治所以英国要搞殖民 这句话真是听到我头痛 横向看回历史 东印度公司 起初出海的动机 就不是打算搞侵略 起初的目的是做生意 我告诉你 明朝清朝有海禁政策 和边境封锁政策 这一个才是主要原因 才是发展到中国沿海经济 这么落后 導致海上军事落后 你又不见中国反转 去跨大洋去英国做生意? 贪英国够远? 因为地缘政治? 这样解释了? 拋个概念出来又不说原因 还有 中国去屠杀外国人 和不公平的贸易手段 其实就是为了之后的开战做铺垫 既然是中国主动开战 打输了 那还有什么好委屈? 民族情绪上脑就是这样的 我小学时期 都有理这种情绪 但上到中学 就不会觉得中国人受委屈 因为历史是可以互相验证 可以看回其他国家的历史 和证据去做验证 你们这帮蓝丝 常常说西方怎麽壞 又不见你说中国人之前做过的事 怎麽好怎麽好 全部东西 有头有尾有因果 凭一个地缘政治就可以概括 还有 之前条留言 我说中国人也有中鸦片 不要无头无尾 只解我一段仔来说 这种行为 我觉得很认为 因为地缘政治 中国向八国联军开战 真是笑死人 我说中国的壞事 是因为要对冲你们说的内容 因为你们 只说西方黑历史 还要无头无尾 所以觉得委屈 在煽动情绪 我只说前因后果 这些才叫做 真正的民族反思 和历史反思 清政府开战 八国联军 没有抢略平民百姓的财产 他们是直接攻打清政府 和抢略疑和园 我觉得叫做道役有道 对当时的中国平民百姓的生活 没有影响 就算打输了 都是白纸黑字和你签条约 全部是有正有据 没得抵赖的 不公平的条约 你还要去签 你真是活该 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不坚持打下去 还有 坏东西就用中国人身份 去反思历史 为什么不是应该 反思自己国家的历史 经常代入外国人的角色 去反思外国历史 很多东西讲得不对 还要以偏概全 又说历史已经发生了 讲过的东西没人在意 讨论都没意义 就是因为发生了 你现在讲什么 三姑六婆行话加上 中国人抵死这句话 是你讲的 你就代表不了我 如果中国鸦片战争 都被你们打赢了 你今天还会不会在这里 问我值不值 你也不会拿回这段历史 反思 就是因为输了 觉得委屈才拿来说 因为你们就是这么厉害 态度完全没有反思精神 以上是第一段内容 接着到第二段 既然你们包容中共的错误 那不差再包容其他国家的错误 因为有错也很正常 那充成你 以后都不用再拿这些黑历史做题材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人又不是耶稣 又不是圣人 有错很正常 我不是把中国放在耶稣的道德标准线上 而是中共的手段符合恶魔标准 抗日战争之后 就是打国共内战 那帮抗日的国军英雄 就是被中共白路军杀死的了 迎接抗日英雄不是庆祝 迎接他们的反而被共军追杀 接下来是他最后一段的留言内容 是非不分在用现在的时事来看过去 或者用现代的法例套回古代来用 这些就叫做是非不分混淆时庭 人家鸦片用来药用 中国人可以开饭用来吸食变成福寿糕 鸦片公元七世纪在唐朝已经引入 这样有英国人引入来饭毒 神经病 然后十七世纪 中国才慢慢流行去开发福寿糕的食法 这位黄丝朋友的留言内容到此结束 我相信大部分人看到这些内容 尤其这么多字可能都不知道如何回复 感怒不感言 甚至可能对他的内容信以为真 但事实又是不是真的好像他这样说呢? 历史从来都不是声带合三成 又或者最多正确 今集我们请来历史老师穆sir作为嘉宾 一步一步地为大家解答他留言中的谋误 一起看下这位黄丝朋友 为了赢得建盘战的一口气 道德下限到底可以拉到有多低? 今集环花的内容包括 以前卖鸦片是否合法? 是否到了林则徐的年代才开始禁烟? 当时吸食鸦片有什么条例和限制? 当时民间和皇帝吸食鸦片的情况等等? 事先声明一下 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之余 跟你意见不一样的话 都欢迎留言表达 但请你注意言辞 面秘不雅 今天开始之前提醒你 记得按右下角红色的小孩订阅我的频道 按旁边的铃铛 选择全部 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 可以回到我的网站 冲stock call 了解 而影片简介和片尾 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 去联络我或者支持我 不阻止大家太久了 去片 喂 穆sir 你好 哈啰 哈啰 聪神 哈啰 都不是很久了 都好像两三个月而已 我们讲回今天的主题 其实之前我们遇到一个黄尸朋友 我们在与黄尸对话系列里 看到一些留言 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说他用了很多关于历史里面的东西 去尝试去攻击 为什么当时又这样 为什么当时又这样 其实因为历史我真的不在行 但是历史狂人也有好几个 其中一个一定要问一问的就是穆sir 所以我就丢了他的文章给穆sir看 穆sir又很认真地看完 三言两语解决不了的 那我们不如在你的直播上谈 那我们就约了一个时间 就是今天了 那我们就谈一下 到底这位留言者 在一大段留言之下 到底那些历史是真还是假呢 我就组合了大约有八九条 八九条的问题 因为其实很多网友看下去都会觉得 真的 可能他这样说也有道理的 那我们听一下老师怎么说 到底下一次面对这些立场不同的人 他们扔这些问题出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个认知 或者你可不可以回答他 那我们就不如继续问这个问题了 是 首先我看你综合给我的九条问题 是 那第一条呢 各位朋友就说 以前鸦片是合法的 那和现在吃烟饭酒一样 吃烟饭酒一样 是 就没有这个吸毒的概念 首先其实呢 是否吸毒呢 其实我们现在呢 那条界线 在西方来说呢 都越退越后的了 是不是 就是你想想 在香港呢 这个CVD 即是大麻二分 其实是违法的 是 但是转过头 搭十个东方飞机都不用 你去到荷兰 你就什么都可以了 是不是 就是我相信第一样东西 其实这个概念呢 是视乎不同的地点 不同的时空呢 是会有不一样的 不过他的这个说法呢 是不正确的 是 那为什么呢 我纯粹只是说清朝 禁止贩卖鸦片呢 其实就不是林則徐才敢言的 应该这么说 因为鸦片贸易呢 自从明朝后期 就是应该是晚曆年左右 没有记错应该去到嘉庆年间 其实有二百多年呢 鸦片呢 是合法地贸易的 在中国 但是嘉庆皇帝呢 就是清朝来说 第一个呢 就直接第一下令禁止鸦片进口 第二呢 亦都是禁止种植这个甕肅 那同一时间 刚才说了 因为过去那二百多年 是合法贸易的 那合法贸易之下呢 那当然有贸易就会有收税 所以同一时间呢 他亦都是颁布 查禁鸦片的法令 而且呢 是不再以这个鸦片作为 收取税行的第一人 那他当中呢 就颁布了一个叫做 吸食鸦片煙治罪条例 当中里面就讲到呢 譬如说 一般的军民人等去买这些鸦片来吃呢 就要账一百 即是打一百仗 那这个很明显就是犯法 是不是呢 这个一定是违法 那所以 如果按照他刚才的问题就说 以前鸦片是合法的 那跟饮酒吃煙没有分别呢 那这个呢 就可以跟他解释了 嘉庆皇帝的时间呢 就已经全面禁毒的了 那当然呢 去到后来呢 其实杜光皇帝本身呢 也有吃鸦片的 如果你有留意 就看到 为什麽清朝的皇帝有些画像 即是如果有去故宫博物馆 即是香港故宫都有看的 之前我看的时候 他有一个展览就讲 清朝所有的皇帝 那又去那些画像 为什麽那些皇帝的样子 好像很瘦 尤其是杜光的那麽瘦呢 原因是 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有吃鸦片 但当时其实他还未做皇帝 每当他自己身体有点累的时候 就喜欢拿一支鸦片煙枪出来 就觉得就好像很精神 所以当他做了皇帝的时候 其实他吃鸦片的习惯 是仍有继续在 但是去到后期 为什麽林则徐禁煙他又支持呢 其实那时因为有一个官员 好了 那由于片场的关系 今集的内容到这里就完了 下集回来 继续会有精彩的内容 不想等又或者想听原汁原味版本的网友 可以去翻冲出来播放的播放列表 找回2024年9月3日的直播看回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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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面的联络方式联络我? 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多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记得帮我赞好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就可以支持我们的频道继续营运 现在在 YouTube 影片的右下方 还多了一个 Thanks 的按钮 给大家支持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